那很高興我們請到陳傳約律師中原台法系的陳毅錦教授 台北大學工程系的陳耀祥教授 新聞公開房子經營會的律師強執行長 錦鴻志穎律師為我們來與談 那接下來我們的貨檔會就開始了 各位禮談人、各位憲勁、各位朋友 我們剛才台灣南韓永社成立的記者會 接著我們台灣永社來舉辦第一次的座談會 主題是自由媒體與民主有序 台灣永社對於媒體自由是非常重視 所以我們在成立之後的第一泡面是講自由媒體的事情 那麼最近由於媒體壟斷的問題 在社會上受過關心 並且這些事情還在如火如荼的進行 那麼我們認為如果媒體集中的話 將影響到國民主憲政的政治發展 也跟本社的宗旨追求民主制度的永續發展 是相違背的 所以我們很重視這一點 如果新聞自由受到限縮或壓制的話 那多元的民主價值就會遙遙遺盡 所以如何來避免或阻止財團併購媒體 而此媒體能夠自由的健全還有發展 實在是我們追求民主憲政值跟最重要的議題 所以我們來舉辦這個座談會 我想首先來介紹在座的四位余談人 第一位在我右手的第一位盧思祥執行長 我想媒體接著來說 很了解 他是政治大學新聞碩士 而且到美國的摩克萊 摩克里大學的亞洲研究的碩士 也當過裁判法人廣播電視事業發展機會的董事長 他的現職之位也很了解 他是新聞公開黃智基金會的執行長 他在媒體界非常資深 他的費分也很高 我們很榮幸能夠由他來做銀行人 很感謝 第二位是黃碧瑩律師 在我右邊 他是台北教育大學法學壽事 也是台北歷史公共和人權委員會的委員 之位在報告雜誌常常會看到他的文章 他是最有活力的能性的律師 最近他出版一本書 是《違法貪腐馬正弗》 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們看一看 在我左手邊的是陳寅錦教授 中興大學法學博士 也曾經在行政院工廷委員會當過委員 我們現在正在社會上正在關心的也是公平會 對於媒體的併購做盡量的處理 今天請陳教授來一談 我們從公平交易法的處理上面 實際的運作怎麼樣 一定可以了解很多 再來是陳耀祥教授 他是德國海德堡法學壽事 現在是台北大學公共行政 暨政策學習的教授 他當過行政院新聞局法會委員會總委員 他專長是媒體法 他在海德堡學是媒體法 我想得到媒體法博士的人並不太多了 他對憲法行政法也很賺金 所以很榮幸能夠有這四位學者 他在海德堡學的專家來做遺坦人 我先表示感謝 我們接下來就請遺坦人來表示意見 每位遺坦人的時間是十分鐘 最後 最後 遺坦人都表達意見之後 我們在 約有半小時的時間 請各位來賓來表示意見 陳教授請 謝謝 謝謝理事長 各位議談人 各位媒體朋友 很高興 像這樣的一個議題 然後社會從各個不一樣的 叫做關懷角度 學生他們在廣場上 然後我們專業的 包括在學界的 包括在食物律師界的 或者各位在媒體界的 我們在不同的角度個別去關心 所以我想很榮幸 理事長讓我第一個來發言 那我的發言分兩部分 一部分是就是剛剛也有媒體朋友提到 大家很關切的 現在這五大財團 他們的這個併購案 那公平交易委員會已經受理收件 那當然NCC的部分 我們目前還沒有看到這個叫做披露的訊息 那我想我田列為在2000年到2003年 擔任過公平交易委員會的委員 我們當時也是在很多的壓力之下 處理了很多棘手的問題 所以用這個累積起來的經驗 還有我這幾年來一直在學校 繼續在任教公平交易法的想法 我想有兩點可以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那也希望各位用不一樣的這個叫做工作角度 或者是你的社會這個關懷層面 第一個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永舍對於現在發生中的這個案子 我們能做什麼 我想在這之前當然也有機會 跟在座的先進私下的討論過 因為我們後來看到王家 就是台塑的代表他的股權最高了 因為他們在一分為二分 從三方協議一方到五方的協議一方 所以那時候我就 因為公平會它是一個委員制 我們當然在制度設計上 我們是期待每個委員都是獨立行使職權 那我們能一再去關切說 公平會要主動的來對社會大眾說 現在要由誰來提出結合的申報 就是那個提出的那個代表的人是誰 那當然這些訊息有進入公平會的個別委員 後來我們有看到 我們正式有看到公平會的官方的發言人 他們對外說說 現在王家你們是佔34%是不是 所以你們要派代表來做申報 我想這個就是說我們能努力 那當然現在他既然收見了 我們希望他透明化公開化 我很同意剛剛有先進提到 行政院長陳聰先生他說 一切依法行政 好像最高首長馬董董也這樣說 我們不要被這個所謂說獨立委員會 他一切就是依法行政 依他們委員會自己行政 他畢竟是國家的公平會 他是行政院的公平會 我們台灣對於媒體政策 這個也是依法行政的一環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接受 所謂的依法行政 不是僵化的按照公平法第六條 第十二條 什麼是整體經濟利益 然後申請報廠商他會給你一堆資料 什麼是限制競爭是不利益 他會給你一堆資料 然後他告訴主管機關說不會啦 我們結合了之後呢 一定對整個門體環境更具有 怎麼樣怎麼樣的整體經濟利益 這樣子是僵化的在用法律 我們的媒體的競爭政策 當然是公平會要執行結合的 個案申請的時候他要去思考的 所以我相信呢 所謂的依法行政 當然包括依媒體是怎麼樣的競爭 然後這個政策 這個台灣這個叫做執政當局要說清楚 然後當然公平會他經過討論之後說 這個政策怎麼放在 把它落實在公平法個案的審查 那所以這個我覺得像這樣的意見 我們要來表達 第二個呢 現在他受理申報的 我個人很期待 就是說公平會要定期的跟社會大眾 來做資訊揭露的 我收到什麼樣的這個叫做資料了 這個叫做申報人 他提供的產業調查的市場戰有率 他是根據哪一個 比如說飼料公司 或者他們自己做的 或者是征信公司的資料 那因為現在還沒有做出判斷 說最後準或不準 可是在這個過程 所有的資料要對社會大眾公開 那我們可以做什麼 我剛剛有跟只有死報的像記者在溝通 他公開之後他會有一個對外公告 說我現在公平會 我受理了一個這麼大的案子 然後網頁也可以 憑就是紙本的資料也可以 歡迎社會大眾提供意見 那他說當然他們會這樣寫說 我們會斟酌所有社會大眾的意見 我覺得 因為媒體本來我們就是說 民眾知的自由 那這種不一樣的意見的聲音 都要讓他進去 當然裡面也會有支持合併的意見 我想我們不排除台灣是民主化 這個叫做中度成熟的社會 支持的意見進來 然後呢反對的意見進來 concent的意見進來 對於申請方他所提出的這些試調資料 進來我們覺得說那試調資料 中間有詭計的這個資料 另外我們提出對岸的資料 我想呢在這樣子的一個資訊 充分揭露之下 公平教育委員會 他要做出審慎最後的終局決定的時候 他要接受社會大眾的檢驗的 那比較這個細節的就是只講一點 市場佔有率是一個公平法裡面有關於 marketing definition 就是市場定義的問題 那這個我覺得有點難 真的有點難 因為他到底是一個所有台灣的媒體市場 是不是包括網路啊 那他是只有新聞台是一個市場 把幼幼台、購物台化開只有新聞台 這個我們也要有數據 那他這個勢必說公平會認定他不管結合是過關或結合是不準的話 他要把市場界定 我覺得這裡呢 可能我們也需要整個全民呢 用自己的這個叫做工作或者專業的經驗來提供 到底我們要界定他現在這福大財團的這個併購案 他是屬於什麼樣的媒體市場 如果各位知道便利商店不是在去年有三家 有關於那個叫做現場沖泡的咖啡的聯合漲價案 他定位的很清楚喔 他是要便利店 所以不包括STARTBARK 不包括五星級的咖啡 OK 謝謝還三分鐘 然後呢 這個叫做他是現泡的 不是那個柏朗咖啡這種罐裝的 OK 他跟那個美加美美而美的早餐店的咖啡 那個都不一樣 所以這個他很明確講出來 當然那個案子 我們個人還在觀察他後續的 好 所以這個是針對就是說大家很關切的 那因為我也有一個發言的要子 很這個叫做災要的表達說 我對這個議題的看法 我想媒體既然是監督者 我們要怎麼樣不畏詮 那因為媒體代表的就是民眾的意見 所以呢 前瞻者我們要看出社會往哪些方向走 然後呢批判者不公不義的地方 當然所謂的媒體不是指個別在做媒體的 而是我們也要關心媒體 我們的意見也要呈現在媒體上面 所以我講的是廣義的整個的一個參與 批評者監督者 然後呢我相信 現在當然台灣的政黨總是有一些量子的 但是我們一定是監督之後是永遠的 這個叫不畏詮永遠的反對者 這個我就等到這個這個司令的這個告訴我 我最後我有四點但我講最後一點 我講最重要一點 2000年的政黨輪替 其實我們台灣的民主化有部分的成果了 但是呢包括像司法改革媒體改革教育改革 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大家現在都在說哎呦我們有修了法律廣播廣電傳播法 這樣黨政軍退出媒體 但是各位都可以看到近年來的發展 他只不過是把媒體經營的手 從國民黨轉到財團而已啊 這只是形式上圖具形式而已 真正是不是落實我們要的民眾知的自由 媒體扮演監督政府政策的角色呢 其實呢可能距離很搖遠 所以呢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那這一種轉手呢當然 平面報媒體這個叫做善情化 然後電子媒體綜藝化 然後呢這個市場惡性競爭的結果呢 在國外在座也有國外的這個叫做 媒體觀察的先進 直報的這種就沒辦法出現 所以大家就只好往這樣民眾愛看什麼 這樣子的一個惡性競爭 那因此呢我們當然期待我們的聲音 我很同意剛剛這個有媒體先進講 我們不要拜託媒體 就是我們在說什麼讓媒體來注意說 欸現在有一些不一樣的這個聲音出來了 如果這些不一樣的聲音經過更多人都能夠來認同 然後這些是不是意見有可能在部分的這個媒體上就能夠出現 就能夠發生 然後何況現在有很多的獨立這個叫做媒體觀察 或者是媒體這個叫做寫作的記者 那以上是我的發言 謝謝 謝謝